歡迎收看《要財財經台》 繼續問答的環節 後來的嘉賓仍然是來自要財證券的事務總監郭施智先生 郭老師你好 先回答電郵問題 有位家庭觀眾問兩隻 分別是1766中國藍車和3898的藍車時代電器 問這兩隻是甚麼價位可入 中國藍車現代做8.35元 而3898的藍車時代電器現在做30.65元 也升了2% 兩隻股份是甚麼價位可入 先說中國藍車 大約34倍的市盈率 相對其他股份略為是高了一點 但老實說 它的業務不是你想做就立即做得到 況且高鐵在內地的發展速度是相當高的 在現在這個價錢暫時來說 技術上來說 是處於一個升後的中期調整的初步斷定的形態之中 不介意的 我覺得分階段慢慢買 現在這個價錢問題也不是那麼大 當然知道資金帶一注的話 當然是不要一次過就全部下手了 因為早前來說大市未向前走的時間 它已經是升在線的了 況且相對南投股平均的市盈率 大概是13倍左右 其實它正在給30多倍的市盈率 市場已經是有少少超前來給它了 雖然基本因素好 但始終股價的股值不是很便宜 如果你說真的要買的話 我想兩隻就選一隻來買就算了 就不要資金放在一個平均上 暫時來說我覺得應該是稍微冷靜一下 至於38、98其實來說 仍然處於一個高台上在整固 暫時是咬著不放的 相對高位34個半作音水平下來 是大約10%左右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就買1766 暫時來說38、98就不要下手 除非市況真的比較壯 或者資金看回這個板塊 如果不是的話就無謂拿著一注資金 就買了同一系列的股份 一旦市況或者金融股好 內房股好其他股份好的時間 他們這兩隻可能一直整固 消化都不頂 因為一年來的升幅 或者累積的升幅已經不小了 小心點 好 麻煩郭Sir 可以繼續回答一下家庭觀眾的電話問題 找一下胡小姐 喂 胡小姐 1055是3.25元 現在賺錢3.33元 想問一下還能升多少 是 好 問一下郭Sir意見 南方航空現在3.33元 胡小姐是3.25元買的 上網空間還有多少 我想航空股暫時來說 就不應該有太大的憧憬 油價上升到110元以上了 事實上短期來說 香港很可能一眾的航空股或者會輕輕反覆 甚至乎受壓都不頂 當然知道 三隻國有銀行股如果你要我選擇的話 我覺得始終各行優勢是最多的 但是沙地說整個中東局勢現在這麼緊張 當地的旅遊多多少少受影響 日本呢核危機 令到日本旅遊的航班或者航線 又一樣是受影響的 如果你說現在真的 我是要買了在這裡 暫時來說是一個中線的部署的話 那賣了就算了 反正你都是低價買輸贏都不是那麼大 但是如果你高追的話 就現在要小心一點了 還有我覺得短期來說 應該的目標暫時來說 都不會看得太多的 很可能就是 或者是三個半左右的水平 都已經有初步的阻力了 那麼胡小姐 聽回郭Sir的建議 好多謝你的電話 那郭Sir要回答家庭觀眾的電郵問題 那家庭觀眾就問 893 中國鐵貸 他自己是3.38元買入 他就問短期的話 上網空間是多少 現在就最近3.44元 那不如說一些紙贊和紙食 應該怎麼定 其實現在正在逼近一個星期來的高位 今天曾經日中是升破了一個月來的高位 技術上來說 如果一旦成功突破了 大概是3.54元 應該說 或者拉遠一點 3.58元 如果成功突破這個3.58元 可能會進一步上市 圍流下來的下降跌口 這個下降跌口 是1月11日圍流下來的 跌口底部是3.7元 這也是暫時的上網目標 如果短炒的話 謝謝郭Sir 曾小姐在電話旁邊 曾小姐 請問股份 你好 我想問13號 什麼價位入 還未買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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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5元 但現在去到24000多 和王的股價反為只有92元 即是說 股價是升在先 由於近期來說 資金集中在個別的內房 和一些中資的各有銀行身上 所以一些傳統藍籌 暫時暫時步伐是比較慢 不過不要緊 基本因素既然是轉強 甚至前景還是看高一線 就逐點買 但一千股差不多九萬多元 如果你真的拿著十萬元 想買一千股的話 我真的不知道 怎樣叫你分著買 但要說的是 九十二個半是一個星期的低位 現在這一分鐘正在威脅支持 如果一旦跌穿了 下一個防守性據點 真的要退守到九十到九十一元 左右的水平 如果不跌穿九十二個半 問題就不太大 跌穿了的話 可能有一個多人錢的反覆 如果真的要買多一千 其實可能就分階段慢慢買 如果只買一千股 這分鐘就只要撞上雙手 先等一等 看看穿不穿 不穿的 回到九十二個半 九十三元買 都沒有太大問題 曾小姐可以留意郭老師的建議 多謝你的電話 郭老師要繼續搭配葉小姐的電郵 四個月就買了一隻 一二八八農業銀行 上網空間有多少 說應該怎樣去定指贈位 現價是四個五毫二 怎樣定好 第一就是恭喜你賺錢 如果你是屬於短炒的話 我覺得 由於股價今天去到四個六人錢 其實已經是曾經 或者說現在這個價 已經是突破了早前四個五毫一 一年來的高位 即是創了一年來的新高 既然是這樣的 目標價當然是放在四個八 甚至五元 就視乎大市 到底能不能進一步上破 二萬四千六 甚至二萬四千七 如果這是只賺的 我就覺得 四個五毫一當然不要放 這麼鐵 現在四個五毫二 兩個先擺來做什麼 放在四個四銀錢 給豪二指去 反覆 一旦只穿四個四 你不想繼續拿 你賺了三毫支價就算了 但如果你說不要緊 你是有心做一個中線的部署的話 如果真是穿四個四 可能我就會建議你 後位再加注都不頂 因為事實上今年的事 全年我看是二萬七千五 甚至二萬八千的樓上 這個看法是比較保守的 是適合一個中線的持有 估值不算很高 十二倍市盈率 有四里的估值 根本上最好就是中線持有 不明白了 還有最後一個電郵 就是阿蘭問你 詳實的會議言訊託 可否借孖展 還有他就問這隻股份 真的可以持有多久 我知道銀行不能做 是不是我們要財都可以做孖展 是的 我們可以做的 我們預留了一百億人民幣的資金 是給大家去申請的 當然知道 如果你是做九成的話 我們的以港元計 都是講的息率 都是兩厘的 事實上來說 由於它的座佣物業的座標 在北京其實最核心最靚的 包括一些酒店 服務式的服務 商鋪 甚至乎其他商下 每年的租金收入 在一二年前 全數分發給股東持有人 我記得往後會有90%的租金收入 其他收入是分發給股東持有人 現在這個現價來說 回報大概是四厘 多一點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的錢放在銀行 其實你作為申請也無貨 最重要的是人民幣的資產 還有一件事 如果你是沒有人民幣也不要緊 例如你來港幣的話 我們會去銀行抹個價錢 幫你轉去人民幣 甚至乎你是日後申請完之後 如果還有少少現金 人民幣放在那裡 你拿走就行 不拿走放在那裡 日後再用都行 沒問題的 至於孖展營購 我們也做的 息率也不是很貴 以港幣來借 全部都是講的是兩厘 如果借款去到95%的話 息率就略為高一點 這樣就要去到四厘 我們要財真的很有利 謝謝郭Sir 問問你 剛剛說的股份 你有沒有持有嗎 沒有 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 就有全日終結的環節 再和大家看看個別股份 和整個股市收市的表現 看看恆指 最近收市跌107點 是24288點 而國企指數升18點 13671點 休息一會 待會再見 好